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过去诸佛降伏四摩的出所 在节下安居时 佛陀与弟子舍利弗等散步惊醒于波沙山顶 一心善地轻 光明大三昧 无比功德人 正儿当初是 比人说妙法 西界德充足 如可引甘露 极致解脱道 呀 世尊这是在称赞未来的佛呀 是啊 我们应当齐请世尊为大家做具体的宣讲 祭请世尊为大众宣说 祭宋所赞美之人 并讲解未来佛弥勒慈尊的名字 功德 神力 国土庄严 以及如何羞耻 才能得见的道理 你们要仔细聆听 并且好好思考 若人能听闻 彼婆师佛 师器佛 琪舍福佛 居留孙佛 居纳含谋尼佛 家舍佛 和释迦谋尼佛 这七位如来的名号 而礼拜供养 便能以此因缘 净除业障 在听闻弥勒慈悲的根本之道 就能证得清尽心 你们今天应当一心合掌 皈依这位未来的大慈悲圣者 我将为你们广泛分别的讲说 在未来弥勒佛的国度里 人们生活清净 心态柔和 没有谨慈悲的念头和行为 人们能见到弥勒如来 并为他的慈悲而射手 出生在那个国度的众生 都能调伏身心 随顺佛陀的教化 那时 四大海水面积 各减少三千尤群 陆地纵横宽广 达十千尤群 地面平坦 洁净 如琉璃一般 到处是奇异美妙的鲜花 花絮柔软如天上的丝段 还生出美味的吉祥果 丛林中花过茂盛 胜过天上的花园 树木高达三十里 城市房屋 临次置地 现在种下广大山根 并修行慈心的火爆 就能转生到那里 那时 人民具足智慧和威仪得行 武欲重拒 快乐安稳 没有寒热烽火的疾病和灾害 寿命长达八万四千岁 且不会夭折短腻 身材高达十六丈 日日以禅定为享乐的器具 享有极微妙的安乐 在这片大路上 有个地方叫赤头墨城 朋友 欢迎到未来世界的赤头墨城 这里是弥勒出生 成佛 教化的国土 我是本城的守护者善教 将带领您参观我们的城市 请跟我来吧 赤头墨城 长宽一千二百游巡 是用各种金银珍宝建造而成的 河流两岸都是金沙铺酒 这里门不庇护 却从无窃贼和水火刀兵 激进毒灾 人民慈心恭敬 谦逊和顺 彼此如父母子女一般相亲相爱 这都是弥勒佛慈心教导的缘故啊 由于持不杀戒及不吃肉的因缘而转生这里的人 相貌如同天上的童子般端正天静 人们年老衰弱后 就自行到山林树下念佛 平静而逝 命中后大多转生到大饭天或诸佛的国土 这里的明珠柱可以将夜晚照得和白天一样 如果使用了它的能量 还能获得三禅天般的快乐 嗯 很不错 这些珍宝山在赤头墨城到处都有 人们可以随意取用 既工人观赏也可以照明 还能使人心生欢喜而发起成就佛道的无上菩提心 能猜到这是什么吗 莲花 哈哈哈哈 这可不是普通的莲花 这是一个隐蔽的卫生间 从地面自动开关 入厕后 莲花会洒发香味来遮蔽晦气 哇 是剧组福德威利的多罗诗器大龙王来清洁街道了 我们去看看吧 嘿 龙王 辛苦了 每天夜里都麻烦你来打扫 多谢了 快看 那是七宝台出来巡游了 本城的南区王 本城的南区王有一千个儿子 这七宝台就是王子们用各种珍宝建造的 千头千轮 能够游行自在 不过 南区王拥有的四大宝藏 可比这七宝台更加华美壮观 自在千天使用西八天 这四大宝藏壮如莲花 是天然形成的 综广一千有寻 藏满了各种光芒四射的珍珠宝物 每个大宝藏都附属围绕着四亿个小宝藏 里面也一样有无数珍宝 都是由四大龙王守护着 虽然这些珍宝很漂亮 不过如佛所说 以前的人们为了得到它居然会彼此残害 结果堕入大地狱里受无量无边的痛苦 是啊 贪心最终都会导致痛苦 所以这些不值得留恋 这里这么多宝石 简直和路边的石头一样平常 根本不稀奇嘛 就算没有龙王看守 我都懒得拿 其实我们看看就好了 是啊是啊 拿走根本也没有用啊 赤头墨城 有一位大婆罗门主 叫修摩范 他的夫人范柏玛提 心心柔和 尼勒在兜率净土中 观察选择了他们作为父母而脱身 尼勒将神母胎 仍如同身处天宫般自在 将生羽放射大光明 尘够不然 他体力无量 胜过一切龙象 全身毛孔放出光明 照耀无尽世界 不可阻碍 一切日月星辰 水火珠光 湘形之下 都黯然失色 尼勒身相高大归然 如黄金山一般 长发光明 庄严无比 时见到他的人 自然超脱三个道 弥勒在家时 观察到世间事物种种无常 知道有违法都将磨灭 因而修无常之祥 诸心无常 世生灭法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说完这段妻子 尼勒自体虚放 出家学到 他在华林园的龙花树下 早上出家 当夜就降服四魔 成就了无上正等证据 九年终生 欲罢无有途 欲罢无有途 今者正中体 已获然 一大壮生生 本性向主使 永更无有用 此悲已无缘 此悲已无缘 此悲已无由 此悲已无上正等证据 光太阳暴露 如时时夺报 今草草诗之归 六周永远人生 一草草死飞 无然然不得得 弥勒已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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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勒成佛了 弥勒成佛了 既然大王您为此高兴的七天都睡不着觉 何不干脆就到弥勒佛那里去呢 对呀 快通知其他天神一起去吧 无上宗位的佛陀 共请您为我等众生 转妙法恩 开示佛法 我于长夜受大苦恼 修行六度 始于今日法海满 剑法床 激法骨 吹法梨 于法语 应当为你们说法 诸佛所转八圣道轮 诸天世人无能转折 其易平等 直至无上无为寂灭 为诸众生断肠夜苦 此法甚深 难折难辱 难信难解 一切世间无能知者 无能见者 写出新构 得万范行 尼勒佛为诸天大中 建设微妙之沦 使在场的天子们文法后 诸臣构近 而获得清净法银 你们应当赶快出家 米勒如来 会度你们到达彼岸 获得解脱 城中有位善才长者 听了魔王大将的话后 带领八万四千人 来到米勒佛处 米勒佛为他们说了微妙之论 善才等人在佛前出家 于是米勒佛最初的法会上 这八万四千人 晋政阿罗汉国 这时 囊趣王也来到尼勒佛前 亲文正法之后 捐起王位 出家修行 除一个儿子继承王位外 其余九百九十九位王子 一同率众人出家 修魔犯和泛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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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虫达摩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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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涅槃常乐 这是因为你们都曾在佛法中 种下诸多善根 从前释迦佛在无浊恶世说法种种 你们没有误到 但种下了未来得度的因缘 现在见到我 将以此因缘设受你们 或诵持经葬为人演说 或不怀嫉妒教导他人 受持佛法修诸功德 或施人衣食施僧食物 其力增访四事供养 持八戒斋修习此心 或对苦恼众生起慈悲心 以身带兽令其得乐 或以持戒忍辱 敬修此心 践踏立四 斋讲社会 或以多闻禅修 无漏智慧 或供养舍利 念佛法身 拔几重苦 令得解脱 或与恩爱别离 彭党正诵 这种苦恼之事 而行方便 令其合合 或书写 供养佛经 供养现在 过去如来 或供养三宝 乃至成念一生 拿摩佛者 以此一切功德因缘 都能生于我的法中 而获解脱 世家大道师 在无浊恶事 教化恶业众生 令其修行 而来此见佛 众生能在那浊恶世界 修诸功德 持诸戒行 也实在是 稀有难得啊 无欲是重苦之本 不谈无欲之乐 就能舍除 忧气仇恨 应当了知 苦乐皆是无常 弥勒佛为大众宣说了 色寿相行史 苦 空 无常 无我的法 以后 有九十六亿人 证得阿罗汉 三十六亿天子 和二十亿天女 发起成就佛道的 菩提心 天龙八部族 有得出国者 扩重披之佛道 因缘者 即获得其他法心者 无计其数 后来 尼勒佛再次宣讲 四圣地 及十二因缘 法会中 有九十四亿人 证得阿罗汉 他方世界 有六十四亿 横河杀树的天龙八部 发起了成就佛道之愿心 而助于不退转的 境地之中 第三次大会 又有九十二亿人 又有九十二亿人 证得阿罗汉 三十四亿天龙八部 发起菩提心 世家谋尼佛在经中说 父初会正国者 是受到世家佛的教诲 由受持五戒 行六事法 及四世因缘等功德利益 所成就的 父二会者 也是世家佛的遗教弟子 行饮食 医药等四世供养 即受三规医者 所成就的 三会之人 还是世家佛弟子 以称念 拿摩佛 即行微小功德者 所成的因缘 那时 弥勒佛对弟子说法 让他们做十种思维 一 无常之想 二 乐有苦想 三 继我无我想 四 时有空想 五 色变之想 六 轻瘀之想 七 膨胀之想 八 时不消想 九 农邪想 十 一切世间 不可乐想 思维此时想后 有无法形容之多的众生 证得了 虚妥还出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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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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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这法衣袈裟托付我来交给世尊 这山上怎么会出现人头虫 长得端小丑陋 却拿着佛的袈裟 居然还能恭敬礼拜世尊 其保平成份 无惯不可堪 此人虽短小 智慧如炼金 烦恼喜酒尽 生死苦无余 无法顾在此 常行投脱事 常行投脱事 天人中最圣 苦行无余等 谋你两族尊前来至我所 如等当一心 合掌恭敬礼 这位就是释迦牟尼佛 弟子中投脱第一的家社尊者 他有金色的身体 舍离了金色身的妻子 出家修行 精进不屑 并且 慈民贫苦下贱之人 为了佛法的传承 而助于世间 您可以为大众展现神通 并讲说过去佛的所有经法 佳社尊者在空中做十八神变后 成佛威力 以范音声 演说释迦牟尼佛十二部经典 当下 令八十亿人远离尘垢 得阿罗汉国 无数天人也因此发起了菩提心 尊者演说完十二部佛法后 绕佛三圈 从空而下 对佛行礼后 自身出火 入波涅槃 那时 弥勒佛说法的场所 宽广八十游巡 长百游巡 那时 弥勒佛说法的场所 宽广八十游巡 长百游巡 弥勒佛如来 在面前为自己单独说法 弥勒佛在世有六万年 因慈悲怜悯众生 而令友情皆能正得欢喜 弥菩萨的国会 佛灭后 正法诸世六万年 相法两万年 你们应当勤家精进 发起清静心 做各种善业 就毫无疑问 能见到世间明灯弥勒佛 我们应当怎样命名此经 又应当如何去奉行受持呢 阿难 你要好好意念 护持此经 并广泛为天人大众分门别类的演说 不要做最后断绝此法的人啊 此经的法药 是叫一切众生断无逆种 净除业障 暴障 烦恼障 修习慈心 与弥勒共行 或叫一切众生 得闻弥勒佛名 避免五卓氏 不堕恶道经 又叫破恶口叶 心如莲花 定见弥勒佛经 又叫 慈心不杀不食肉经 又叫 释迦牟尼佛以医为信经 又叫 若有闻佛名 决定得免八难经 还叫 弥勒成佛经 舍利福 我灭度后 四众弟子及天龙八部 得闻此经 能受持礼拜 恭敬供养法师者 必能破除三丈 得见弥勒及贤结千佛 三种菩提绝道 随自己的誓愿而成就 且不生与人之身 以正确的见解出家修道 终将获得大解脱 圆满成佛 大解落脱 长得3万 committee 李宗千 一山碧亭 光明大三眉 不避空的人 成儿当初心 一人说谋法 世界的忠误 不可应该路 继续解脱了 一心山的亭 光明大三眉 不避空的人 成儿当初心 一人说谋法 世界的忠误 一人说谋法 世界的忠误 都希望生日 Agricultural 十塊的忠误 秦 dép为荡 七山碧云 首席主唱 財族 十十十年雁 七山碧云 形骷之三 生滅滅滅滅滅滅 滅滅为了 已尽山的体 光明的丧美 不必共的人 生儿当初 生儿当初 生儿说妙法 世界的宠宠 如可应该祝福 无可应该祝福 即至解脱的爱 无可应该祝福 无可应该祝福 温暖的阳光 普照大地 微风轻浮合体两旁的芦苇 涓涓细流 缓缓流过 坐落于屏东县盐浦乡的屏东盐浦护生狗园 隶属于海涛法师制业 台湾救狗协会所属的狗儿收容机构 四周环境清幽的园区内 共收养了856只狗儿 一踏入园区 映入眼帘极为慈祥的地藏菩萨圣像 守护着这片有爱的净土 随即而来的便是狗狗兴奋的叫声 许久不见外人参访的狗儿们 心声欢喜地跳上跳下 尾巴也随之摇摆 似乎在与来者热情的打招呼 不同于其他的收容中心 严浦护生狗园专门接收因生病衰老受虐而遭人遗弃的狗狗 多数有着残缺的肢体和受伤的心灵 其实它们原本都具有丰硕的体毛以及健全的肢体 也很喜爱亲近人类 却因为老病或虐待而惨遭丢弃 受到伤害的狗儿们 除了身上显而易见的伤痕或残缺外 心灵上更留下深深的阴影 因此在照顾上 工作人员必须付出更多的爱心与耐心 佛陀说众生平等因慈悲相待 一花一草一树木皆有其灵性 更何况是有血有肉的动物们 所有的生命皆具有其生存的权利 都应当受到该有的尊重 期望在天地有情人间有爱的世道下 得以感召更多大众加入爱狗的行列 让人类最忠诚的朋友 免于遭受生命威胁 能够自由自在 无拘无树地展现他们的活泼天性 体现生命应有的价值 除了感谢海陶法师慈悲的大爱 打造毛海门快乐又温暖的家园 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人员们 总是不辞辛劳的亲自照顾狗狗们 使不同的身心灵状况去评估照料的方式和环境 并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生生不息 永续经营屏东严谱护生狗园 台湾救狗协会 曾智底邀请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遭受遗弃以及伤害的狗儿们 能在屏东严谱护生狗园里获得重生 西记得以共同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50016766 50016766 护名台湾救狗协会 英勇团结的猴群 在全世界所有种类的猴子中 猴岛上的猴子算是比较聪明的 一些知名的马戏团 纷纷向捕猴猎人发出订单来捕捉他们 你放心好了 我绝对会帮你逮到一只猴岛的猴子的 你就等我好消息吧 老弟 我们要发财了 有一家马戏团出高价 要购买一只猴岛的猴子 是吗 他们出多少钱 天哪 这么多钱呀 我们准备一下 马上就去猴岛吧 你们要去猴岛 我劝你们还是放弃吧 通往那里的路可不好走啊 什么悬崖峭壁 茂密山林我们都去过 再难走的路对我们来说都如履平地 猴岛上有一道大裂缝 那条裂缝有六七米宽 一眼望不到底 而猴子们就生活在裂缝对面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越过那道裂缝 老板你放心好了 对于我们这种专业人士来说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即便过去又能怎样 那里的猴子不但聪明 而且还非常团结 要想从那里抓走一只猴子 简直比登天还难 老板你怎么对猴岛那么熟悉啊 哎 其实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去猴岛捕捉过那里的猴子 啊 那后来呢 你们一定赚了不少钱吧 赚钱 能活着回来已经是万幸了 当初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 结果有一个兄弟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 而另一个摔断了一条腿 所以我奉劝你们俩还是不要去那里了 不要为了钱丢掉自己的性命 然而老板的话 并没有阻止那两位猎人发财的欲望 他俩准备了几天后 便划船来到了猴岛的岸边 一定拴结实一点 要是这艘船飘走了 那我们可就回不去了 走吧 看来这就是老板所说的那道裂缝了 是啊 这道裂缝又宽又深 我们要怎么过得去呢 一定会有办法的 你看这棵树 如果把它砍倒后 正好可以横在裂缝上 这不就成了一个天然的独木桥吗 没错 真是上天帮助我们发财呀 如果没有这棵树的话 要想过去还真不容易呢 大树被砍倒后 正好跨过那道裂缝 两位猎人凭借这棵大树 走到了裂缝对面 他俩走了没多远 便在地上发现了一些猴子的粪便 你看 我们终于到了猴子生活的地方了 嗯 那我们就在这里布下陷阱呗 都说这里的猴子非常聪明 你说他会钻进这个陷阱吗 最简单的方法往往也是最有效的 即便是再聪明的猴子 也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 尤其是炒熟的花生 那香味顺着风 可是能飘得好远呢 嗯 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耐心 一定会有猴子钻进这个陷阱的 没错 我们就在这里耐心的等着吧 然而几天过去了 猴群却一直都没有出现 就当这两位猎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从山林的深处传来了猴子的叫声 猴子的叫声 他们终于来了 你听 他们的叫声越来越近 他们快来了 太棒了 我们千万别发出声响 这群家伙实在太警惕了 太棒了 他们最终还是没有办法抵挡出美食的诱惑 太棒了 这只小猴子要进入我们的陷阱了 要知道小猴子更容易训练 表演的年限又长 卖的钱也会更高 没错 没错 小猴子 赶快进去吧 里面有好吃的花生 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发现了陷阱 看来这些家伙 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聪明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直接用麻醉枪吧 难得有只小猴子 可不能让它跑吧 嗯 现在只能这样了 猎人朝着小猴子开了一枪 麻醉枪射在了他的屁股上 紧接着 另一位猎人拿着猎枪朝空中开了一枪 吓得众猴子仓皇往树上爬 哈哈 麻醉要起作用了 都说猴岛上的猴子难捉啊 我看根本就没什么难的嘛 孩子 我的孩子 小心啊 他们手里的武器很厉害 我要去救我的孩子 兄弟们 我们一起去把小猴救回来 快走 我们可没时间和他们周旋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给我退后 否则我就开枪了 哎呀 好痛啊 可恶的猴子 竟敢朝我们丢石头 我们赶快 离开这里 不要再跟他们周旋了 可恶的猴子 真是难缠 别管他们了 小猴子很快就要醒了 我们赶快跨过那道裂缝 到了那边 我们就安全了 两位猎人 踏着树干 跑过了那道裂缝 接着他俩将那树干 撬掉下去 好了 这下我们就安全了 哈哈 你们没有办法了吧 我就不信 你们还能长出翅膀飞过来 再见了猴子们 等再有马戏团需要你们时 我们还会再来看你们的 救命啊 救命啊 孩子 我的孩子在那里 孩子不要怕 妈妈在这里 怎么办 我们根本过不去啊 哈哈 你们没有办法了吧 再见了 再见了 猴子们 猴子们 有本事你们飞过来呀 再见了 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不好 他们这是想借助这些树藤荡到这里 我们快走 猴群很快便追赶上那两位猎人 为了防止猴群靠近 猎人急忙将随身带着的汽油浇在地上 然后点燃 燃起的火苗一下子将猴群挡住 哈哈 我看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没错 动物都是害怕火的 只要我们让这道火墙烧的旺旺的 他们就没办法再追来 哎呀 好痛啊 这些可恶的猴子 你们除了丢石头还会干什么 哎呀 这些猴子真的太聪明了 他们竟然知道用水来灭火 赶快再浇上一些汽油 可别让他们跑过来 但是我们的汽油已经没有了 这下要怎么办呢 一旦他们冲过来 那肯定不会轻饶我们的 不要管他们了 我们赶快赶到海边 只要上了船他们就没办法了 妈妈妈妈妈救我啊 孩子不要怕 妈妈来了 那只母猴突然大喊了一声 然后一下子纵身穿越了火墙 它身上的毛被火焰一烧 立刻熊熊燃烧起来 孩子 妈妈来了 天啊 这群猴子疯了 这群猴子疯了 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要是被这群猴子抓到的话可就惨了 赶快把那只小猴子放走吧 我们保命要紧 他可值不少钱呢 跟我们的命比起来 再多的钱也是没有用的 孩子 孩子 你安全了 天啊 他们怎么还不放过我们 不要管了 我们快跑啊 猴岛上的猴子真是不能惹啊 是啊 他们真是太可怕了 如果不是我们及时跑到船上 今天可就不妙了 今天可就不妙了 没错